以后院会院长施政报告 施政总执行 敬请所有的委员注意服装仪容 不要再穿牛仔裤球鞋 韩国院长在上一次院会的时候 有特别在结束的时候 报告说呢 他希望以后在大院的时候 委员会当然不算啦 那大家都可以穿着正式的服装 包含是希望我们不要穿牛仔裤 也不要穿这个运动鞋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配合韩院长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 所以今天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蛮配合的 反而是我看到民进党的委员 好像还是穿牛仔裤跟这个旧鞋 那所以今天是卓榮泰院长来施政报告 如果连他们自己的立法委员 都不是这么尊重自己的院长 那反而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很看重今天的施政报告 那我觉得也是蛮可笑的 委员委员 你这是特地穿来的吗 委员可以帮我们穿 你是韩大哥胶带的 韩大哥胶带 没有对院长 对就他讲的也很有道理 在国会上嘛 那因为过去是大家配合要跑汤 有时候会穿的比较随性一点 穿牛仔裤 那我们觉得你在国会 那迎接新政府有新气象 希望带给台湾了 拥有新政府 所以大家就是听从院长 去 那你挑这件挑多久 压箱宝吗 很帅 是台湾的特制的 本来是本来就已经有定制了 那今天拿出来这样讲 第一次喔 第一次 哎呦 我特地听韩大哥的话这样子 对对对对 没有啦 在国会还是要庄重一点表 确实 也带给新政委看看能不能提升台湾的习气象 你到底要多少钱 输到多少钱 输到多少钱 输到钱的很年纪 输到钱的很年纪 六位数吗 2万多元 哦 正正正正 原来领拜跟 真的假的 我们一个师傅很认真 因为现在国公师傅不少 他有一个年轻朋友 他全神袍 他帮你量一量 然后给师傅做 做了以后再到你家来 让你试穿 然后哪边要修改 所以算比一般在那个成衣买的要合身一点 那领带跟那个灰教的部分党 那边有什么 灰教党房会有规定 等一下会好 好 那领带没有地理会议 那领带没有地理会议 是被换外 谢谢 委员不要走到我们拍一下 哈哈 月亮早安今天会要求大家穿西装进来吗 要是没穿西装的人进来吗 委员会 今天是我们卓中泰院长行政团队首次立临立法院 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另外今天是我们立法委员政政前的生日 但是我没有看到政政前委员 等一下来我们再帮他掌声鼓励啊 好 包院会今天我们进行国事论坛 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 在我邀请卓院长之前 我想先跟韩院长做个报告 很抱歉 本期并没有依照您那天所颁布的服装仪容的规定 我今天还是穿着我擅长也习惯的白色球鞋 我想有几个理由 我过去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长期推动各级学校的服装仪容要解禁 所以捍卫身体的自主权 我认为立法委员也是 第二个理由 吴思瑶作为台湾台北时装周的催生者 台湾的时尚就是最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运动风 所以白球鞋 小白鞋 是所有当代的女性最舒适 也能够彰显专业跟优雅的打扮 第三点 我也认为立法委员来国会问证 不是上高级的西餐厅用餐 尤其我是区域立委 我服务北投天母 我每天要请跑基层 所以我必须穿球鞋 立委的工作是专业的问证 理性的监督 如果国会的议事运作没有办法正常化 大家穿得再优雅再高贵 我想那都不是重点 所以三件事向院长报告 我也替多数的立法委员 表达我们共同的立场 谢谢 首先第一题是民事提问 请院长禁团令未解引发业者反弹 会持续沟通吗 有望减除吗 请教院长 是的 我们在昨天行政院议会通过之前 我们有跟业者做了相关的一些讨论 也取得初步的理解 我希望六月一要开始 国人可以寻以前已经申请的团的管道 去做他们的旅游活动 我也希望业者能够好好的规划 未来暑假当中的旅游活动 只要非常的顺畅 而且旅游的品质 能够得到国人的肯定 行政院一定会按照实际 执行的情况 我们适时的再加以滚动式的检讨 我请业者大家加油 我们也会加油 接下来有环宇东森民事提问 院长怎么看民进党政策会执行王毅川表示 可以利用手机定位分析轻鸟行动群众 国家机器在监控人民吗 怎么看王毅川在节目上自报 透过手机讯号 分别对比三场造势活动 外界认为侵犯各支的可识别资料 有媒体爆料 已成为在2020大选前 也要党内幕僚 在中华电信总公司会议室密会 并供监控电视热点数据 为选举利器 青岛民众各资分析忍一律 然为下周一安排专案报告 院长怎么看 2020我还在党中央 那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状况 也没有这样的发展过 所以这个应该是过去的一个误传吧 至于三大电信公司 已经对他们没有做任何接触 对外发表过声明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严谨的管理 自我内部外部的各种行为 但是他们的声明 我们觉得值得肯定 若是有透过其他的合法商业行为 任何合法的行为 也必须自我的管理 保障合法 保障个资 保障人权 至于本案已经在侦查当中 我们希望他紧述的厘清真相 告诉社会大众 接下来有中市提问 新任经济部长强调 2030绝对不缺电 但废核的目标是否不变 如果没有核电做记载 我们如何同时达到减碳 部长所说的绝对 其中最大的意义 代表我们的努力跟决心 我一直向伯仁报告 政府对人民对产业有承诺 我们会安全稳定的供电 台湾对世界有承诺 所以部长会努力 政府会努力 努力 我们会用其他的再生能源 以及计划中的各种的电厂的工程 把它持续的接上来 只要工程能够如期的完成 绿能发展能够比现在 我们所预期的更加进步 那么我们面对所有的 那个能源问题 发电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计算当中 我们现在还是充满了信心的 最后有环宇提问 想问院长今日施政报告的重点 朝野气氛紧张 将如何改善行政立法两面关系 好像没有那么紧张啊 这几天的过程 我觉得行政立法的互动 值得期待 至于重点 等一下讲的都会是 我等一下会一一的向国人报告 我们在国家希望工程的理念之下 如何就短中长期 来推动破坏国家工程的各种的具体的做法 也请各界给我们多多的支持跟鼓励 我们期待 这是一个良好互动的开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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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